把自己的人生视为一个故事 当你掌握这个观点时 人生将会大大的改变 在我心里有另外一个 能客观看待我自己的观察小子 就像是从高处俯瞰自己一样 观察小子可以由上方观察我的整体 这就是一种俯瞰的观点 重新观察自己无意识间的习惯 我发现我把自己每天的工作 以周、月、年为单位进行报告式的整理 另外我也写了好几本自传举办演讲 以几十年为单位整理自己的人生 将之化为故事 这些事我进行的非常频繁 另外在电脑的桌面上 我还取了一个名为A.S.Live的档案夹 让我一眼就能俯瞰自己的人生 持续观察整体状况和人生故事 可以对过去的失败一笑置之 强烈感受到现在所做的事的意义 也能描绘将来的希望 在自己的心中改变与没有改变的事情 以及觉得重要的事将会越来越鲜明 点点点点 或许这就是最大的效果吧 我把自己的人生设定为80年 这个观点也很重要 比方说当我开始经营出版社时 前两年一点也不顺利 从商务观点来看 经常有人说连续两年都是赤字 这不太妙吧 客观看来你公司已经不行了 还是重新考虑考虑人生方向吧 可是我心想 这不过是我人生80年中的短短两年 要是之后几年能够顺利 回头看这80年的故事 这种过程不也挺有趣的吗 最后当我的事业经营顺利时 这将可以成为一个值得回顾的话题 公司前五年真的很辛苦呢 所以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样的念头带给我强大的支持 不幸的是一旦持续三天左右 很多人常常会因此沮丧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而颓丧过 当然连续好几天不顺 我也会觉得最近状况真不好 可是我并不会因此而沮丧 因为我用80年的长度来看待人生 短短几天以电影来比喻的话 只不过是几秒稍纵即逝的画面 不过三天而已 根本算不了什么 不管做任何事 这种人生是80年的故事的观点 带给我很大帮助 比方说当我想带全家人去环游世界时 当时在工作上其实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有机会成就的事 我也想过在这个时间点离开日本几年出国旅行 会不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可是可能遇到这样子女 我认为能够直接跟孩子接触的时间 只有在孩子身上小学六年级的这十二年之间 当时大儿子已经六岁了 我只剩下六年时间 一想到这里 我深深觉得要出门旅行只能趁现在 这都是因为我站在人生是80年的故事这个观点 才有办法下这个决定 该下决定的时候 拥有这个观点 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春夏秋冬 这种想法让我及时来到人生的冬季 也能给自己打气 不要紧不要紧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 现在或许是寒冬 但是接下来一定可以迎接春天的到来 不管再怎么不顺利 带着俯瞰的观点 不要紧 没关系 之后一定会顺利 一定能够写出美好故事 我就能够永远把眼光往前看 当我说起这个观点的时候 经常有人问我 你是怎么以故事的观点来看自己的人生呢 假如各位可以动笔写写自己人生的自传 其实会很容易了解 不过这个门槛似乎太高了点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比方说写一篇关于自己死亡的报道 这个人在几年出生 如何度过少年时代 点点点点 大概像这样 写下我希望自己死去时 能够写出一篇这样的报道 或许这是个不错的方法 还有也可以描绘出一个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生 这并不是要你规划出清楚的人生设计 一个概略的印象就可以了 要是我是个这种人 过着这样的人生 一定很愉快吧 大约带着这种概念 比方说我住在海边 或者我跟家人其乐融融的在河边钓鱼等等 这也可以 试着描绘出对自己而言的理想人生 我认为这是试图了解自己时相当重要的问题 跟自己身边的人讨论这个话题 或许也挺有趣 我经常跟妻子杀野家说起这件事 现在我们正打算把据点转移到夏威夷的大岛 夏威夷岛 我们每天不断讨论 去了夏威夷之后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 大概像这样描绘自己的生活 以俯瞰的角度来观察自己 客观解释 我相信一定能带来很多改变 人生是80年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 你活过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而今后 你又希望能创造出什么样的故事呢